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我是Hah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那這一期要來講解的是 這個新鮮澳江湖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開場動畫 這個動畫好像之前的那個測試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好像沒什麼印象 因為現在是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9日 新鮮澳江湖已經公開測試了 公測了啦那不會再三檔了 然後之前我有試玩他那個有三檔的封測吧 我做了幾期新鮮澳江湖 然後我不記得有這個動畫 所以說他這個應該是後來又補齊的 劇齊 所以這邊就是東方不敗跟那個令狐衝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能奈我何 靈狐公子 認真點兒 哼 屬你所願 到底是誰 你 希望 我是誰 哈哈哈哈哈哈 天秀萬代 一同江湖 天秀萬代 一同江湖 你這一首 可是連我都算 你不是很滿意嗎 OK 看完了動畫 我覺得 還算有誠意吧 來一段這個動畫 讓大家欣賞 那我之前的測試 的影片是在9月 9月初吧 9月底吧 那時候有試玩 因為我最近看到他有一些流量啦 我知道說他可能這個公車近了 有人在看那個影片 所以說我就 再來做一次這個試玩吧 然後看看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就憑我的印象來來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當時是有一些 我覺得算是有一些bug吧 一些流暢 流暢性的問題 就人物會用飄移的 就是不是用走路然後 打鬥的時候有時候怪會突然出現或是消失 算是一些bug吧 OK那這邊的話還要下載800多MB 有點大吧 那就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吧 就是現在的遊戲他在讓你下載的過程如果過久的話他還會設計一個頁面讓你去點擊這樣 比較不會無聊 這邊有音樂你可以切換 浩蘭器 木古城舟 木古城中 不好意思 那小遊戲 就是 跳跳遊戲吧 這個很多遊戲也會這樣 也會這樣做啦 然後躲避障礙物這樣 有的還會讓你翻牌啦或是做一些小遊戲 那這個是跳跳的遊戲 好 資料站我們看一下資料站是什麼 隨便點 我這邊有一些新手指南吧 你可以先看一下 讓你看一下有哪些角色 然後我們 我們並不是使用這些角色啦 我們是使用那一種 他們自創的角色 然後 穿插在那個 笑江湖的世界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些動畫可以先看一下 還不錯耶 對吧 我那時候有做了三四旗吧 我那時候有做了三四旗吧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雖然他的 他的戰鬥系統還是有點像免洗系統那樣 就是自動戰鬥這樣子 有點像ARPG 右邊有幾個按鈕 然後左邊是那個搖桿 虛擬搖桿 等那種戰鬥方式 但是我覺得整體都還不錯啊 OK那回這個首頁 俠客 影音嘛 然後我們離開這裡 這資料站然後江湖門派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 換個音樂 那我們現在已經下載到哪邊啦 我覺得他沒有出現是這邊 這個應該是那個下載進度 進度條嘛 來看一下這個江湖門派 這些介面都是當時我在玩那個 測試版的時候沒有的 江湖門派的話就基本嘛 化山有建宗器宗 然後這個無相門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是少女 然後這邊寫少女 恆山就是 五月建派嘛 只是收女地址 武當喔 然後日月神教 他這邊應該有一些自創的吧 自創的那種每個門派都有兩種 是嗎 對啊恆山也有兩種 OK 那 動畫回顧就是剛剛的開頭嘛 我們不看 然後教主喵日記 OK 千里江山是什麼 怎麼離開啊 然後這邊 打叉 這個 瓶中霞隱 林平之喔 曲飛煙是那個 有一個那個曲長老的 孫女還是什麼 有點忘記了 還是女兒啦有點忘記了 他們會有一些漁音啦 然後這個是余昌海嘛 余昌海是清晨派掌門 他算是故事裡面的小boss吧 小反派啊 那這就是東方不敗囉 小說裡面的東方不敗不是那麼的 那麼美麗啦 我記得小說裡面他就是一個大叔 娘娘腔大叔吧 OK然後還有其他角色 岳不群 林正蘭 莫大 曲飛煙 平之 伊伊林小師妹 很可愛的一個小師妹 算是裡面最討喜的一個角色吧 蕭奧江湖裡面最討喜的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啦 填補光就一開始有點反派嘛 好色嘛 彩花大到 這方正我沒什麼印象 這我也沒什麼印象 定弦定徑 好像有這兩個事態吧 定弦跟定徑是不是 還有定義 OK那還差一點點 開一下資料站吧 資料站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這邊有一些公告吧 因為今天 開服了嘛 就是當時我覺得他的那些音樂呀 然後還有故事都做得很好 銜接的不錯 雖然有點像是我們是亂入這個 蕭奧江湖的世界 但是我們也是扮演一個 有點像那個暗部有沒有 好像是那種忍者有沒有 像影村一樣的一個暗部 黑暗界的一個組織吧 我們是扮演裡面的那個小洛洛然後慢慢 升階這樣子 潛伏在各大門派的小間諜 我記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你可以選化山 你也可以選別的門派 但其實你的身份是雙重的 你是間諜 小間諜就對了 繼續來看這些俠客 不戒和尚 他這邊有分職業有 琴琴琴書畫嗎 琴書 還是他們的類別 9 這是什麼樣的影音啊 看一下 就這樣嗎 還蠻短的 也行吧 好像可以是不是 我先預設角色一下 就說這邊我可以創五個角色啦 看你想要玩什麼 那時候是創那個 華山派這個小師妹 所以我還是 再玩一次我還是會選華山派吧 這個性使然啦 你要橫山也可以呀 那我就這個 華山派的小師妹 然後你可以 玩男生也可以玩女生 啊 依照慣例一定是玩男生嗎 玩女生啦 至少看來比較舒服 然後這是無相 有成年和成 兩種形式是不是啊 就是他這個角色切換我覺得也不錯 他是這樣子嗎 跑過去 跑過來 然後這個也是我記得那時候我也是有一點 有點小小的經驗的一下 有沒有你可以這樣換 不像有一些 他們換有些換人物就換得很深 生硬啊 他真的是真的換得很好 在鏡頭切換 有沒有 這個比較那個妖魅一點 撫魅一點 成熟的大姐姐 那這個 華山就只有這樣而已呀 一男一女 不是小蘿莉或是小正太 OK那就創建一下吧 然後這邊的造型 這是預設的啦 髮型的話 看你要哪一種吧 我好像那時候就雙馬尾吧 雙馬尾就不錯啦 看你是要這一種的還是這一種 我們這次選這種蝴蝶結 雙蝴蝶結雙馬尾 然後頭髮的顏色可以換 依照慣例喜歡用紅色的 不要那麼亮好暗一點 然後臉型的話 這是預設的嗎 哇這個 這看起來有點 綠色比較可愛吧 就預設吧 表情 這邊瞳孔的話看你要用哪一種 還可以雙色和單色喔 然後去改顏色就對了 然後衣服的話 哇 差不多耶 然後這邊是放大縮小 好下一步吧 還在下載嗎 你確定 應該可以了吧 喔他正在擠壓縮是不是 會不會卡住啊 畢竟今天才剛剛開服啊 會卡住有時候是還蠻正常的 完全沒有動耶 正在解壓縮 我按個暫停好了 然後等待一下看狀況怎麼樣 好的回來 我就重開了啦 等了一下然後就決定把它重開 然後這邊可以登錄的方式有 QQ老虎完美微信 完美應該是他們的帳號啦 然後再不然就是用手機嘛 手機這邊有那個台灣的部分 那我就用我的QQ帳號來登錄吧 OK 那這邊就是今天的公告囉 12月19 10點的時候正式開啟全平台公測 那這次不會再三檔了 那想玩的人可以來玩玩看 我那時候覺得是還OK啦還不錯啦 好的那進入江湖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先設定的 這是修復喔 這是公告 這是什麼東西呀 掃描二維條嗎 不管 那這是什麼 帳號論壇消息 好 好 預設角色是我剛剛 創的這個紅髮雙馬尾 一個化山派的小師妹 OK 那 繼續他們的劇情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 殘淵先生的部下 OK我們叫做 我們是影宗啦 應該所有的玩家都是影宗 然後我們會臥底到各個門派裡面 這是他的故事設定 這樣就可以比較好的去融合 融入這個 消江湖的人 這個江湖設定 那一開始就開始我們的遊戲了 基本教學 這邊那個我之前九月的時候都有測試玩過啦 所以大概知道在玩什麼 這邊一開始就QTE玩法吧 就倒了 怎樣 不自量力 我當然不是化山派的 我是臥底的 OK OK 這邊的話 還OK啊 算流暢 移動起來OK 這邊的話我們雖然是扮演這個角色嘛 但是他還是會有配音 還是有那個聲優的 人聲 配音不錯 這邊 這邊的話 自能鎖定動作模式 那我們就自能鎖定好了 他預設是這樣嗎 我們之後也可以去設置裡面的修改 戰鬥頁面修改 OK 自能鎖定的話 我們就按住攻擊就好了 他要自己幫我們打 看來蜘蛛會越來越多 這邊又是有點像ARPG嘛 小崽子 法無天 這也是小羅羅玩 應該馬上就輸了 他有療血嗎 好像沒療血 好像有療血 他那招鎖下還蠻好躲的 我剛好沒躲過 他那招鎖下還蠻好躲的 雖然是武俠啦 但是 玩起來就是一般的ARPG嘛 我是沒感覺到武俠的味道 就是那種招式有沒有 我被打敗了 這邊就比較可惜一點 OK 我被打敗了 這個是 我們的引導者 類似引導者 OK 他還笑嘻嘻的 在外不要輕易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怕什麼 反正他倆都被幹掉了 他還笑嘻嘻的 讓你潛伏在門派中 是為了收集情報 不是讓你來殺武俘的 他倆從福威標局出來 就鬼鬼鬼祟祟的 這邊就是 笑傲江湖一開始的劇情嘛 就是大家要搶這個 辟邪劍 這是我們的視野調整 誰叫他倆 住手 記住 我們不是屠夫 你出去吧 這裡我來處理 別讓你們派的人疑心你 一切小心 注意安全 使用天 使用輕功 來露一下小褲褲 然後就是沖海一聲笑 就是玩到這邊 玩到到目前為止都還不錯啦 看世界是有點 卡通的那種風格 水彩風格 然後這邊就是客棧 剛剛那邊是客棧 一個客棧 也會有一些事情要發生 那你可以點這個 體驗經典劇情 然後我是什麼 這個什麼 肖戰粉絲是什麼 然後去找師兄啊 華山派師兄 然後這邊就開始 開始出現了很多玩家啦 因為今天剛開服 好的那我稍微小聲一點點 然後來看一下設定吧 這邊的話 基礎 好像還好耶 他推薦我們用精細 這裡啊 精緻 精緻應該是最好的 他增車到我的這個效能還不錯 我現在伺服器在這個 白戰不帶 玩家編號是這個 然後 很流暢啊 旋轉方式什麼的 非常流暢 不是 非常好啊 畢竟這家廠商是 完美世界 也算是 比較知名的廠商了 再到我那邊 除了網易啊 或是騰訊啊 這兩家大廠之後 也還在求生存吧 這個師兄 一副就是反派的感覺 我不知道 亂講的 替天行道 行俠正義 我這邊就跳快一點然後 玩到一個段落吧 有什麼交代 OK 我這邊跳快一點喔 想玩 想要試玩或是看劇情的 再來慢慢看 還去勤家練習 經驗橫空 獲得了一招經驗橫空 我跟他打一下 OK 戰鬥好像有比之前好好的樣子 因為之前 進入戰鬥之後 他會 有一個讀取的過程 然後你就會發現 人物都讀不出來 好像我在跟那個 空氣打一樣 在我之前的 試玩 測試影片 都有 有發生過 就剛剛有沒有稍微 飄移一下 就那個問題 好像感覺 還沒有完全的改善 就是當我完成一個任務 他就會用飄的 不是用跑的 是直接好像 鬼一樣飄 飄到下一個地方去 我覺得是讀取的問題 有沒有 稍微飄一下 有改善了 之前是飄一陣子 才開始用跑的 他這個青城派口音也蠻好玩的 他們都有一種 腔調吧 我也不知道那是哪邊的腔調 小說裡面有特地去強調說他們有一些口音吧 所以以前在看那個 那個苗疆那邊的那些什麼藍教族啊 他們 他們都會有一些特殊的腔調 電影中也有表現出吧 這一集這些青城派地 所以說主要玩法還是點擊嘛 然後自動跑 然後戰鬥的時候你可以 自動攻擊 一開始不會給 應該沒有自動攻擊 這是取肥煙吧 配音 豬龍龍 自動鎖定所以鏡頭不會亂晃 他會幫我那個 找到比較合適的位置 這邊小猴子 這是那個 我的大姐姐 琉璃姐姐 胡鬧到姐姐頭上來了 嗯 放開我 長淵先生都到那種境界了 還欺憾幣賤卜 不關你的事 沒意思 他竟然知道長淵喔 那你們不是影中嗎 很神秘的組織怎麼都被發現了 琉璃姐姐 你怎麼放他走了 讓你做的事你不好好做 閒事倒是多管 可是那幾個青城派弟子好像很關鍵 又不是他倒亂 這不是什麼關鍵 專注於手頭的任務 OK我們要前往影中了 回影中之後給我們一個 類似那個 階級吧 有點像那個忍者有沒有 不是下人 中人 上人 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就是我們要依序完成這些 主線任務 我們 就會慢慢升階 別這樣子 這邊什麼穿裝備什麼 就是那種迷襲的 套路 自動穿裝備 所以我們要先成為影子 你馬上就要成為影子 四個大廳 我早就認識了 我打小就在這裡到處跑 還有什麼角落 是我不知道的 你那就要見過 不叫認識 先跟上吧 反正這邊我們大概 回到影中 完成這邊任務之後 就會回到劃山 那邊要去做那邊的任務 主掌天象樹樹 奇珍一寶的 劃山的話就是月步群嗎 跟他的老婆 林宗哲嗎 還是林什麼的 有點忘了 這個應該是我們玩這個遊戲要追求的一個 等級吧 有沒有15階嗎 我們一開始應該是最低的吧 夜府吧 副蛇 獵鷹 好跳快一點 跳快一點 這還蠻流暢的 我覺得啦 遊戲還蠻流暢的 就是他把笑江湖沒有的東西 就是影中 把它夾進去 再把所有玩家都丟到這邊來 這樣就很合理的可以安排那些劇情 OK我們成為了這個夜府一段 我們要去 完成那個林平茲他們家被滅門的故事 林平茲那邊滅完門就要回劃山啦 應該是這樣 這邊有一些人跟我一樣 同時間一起玩 我們三個人 看你臉色 這邊隨便選應該都沒關係 那這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人物有沒有 就是說所有的玩家不管你是選什麼職業什麼中門什麼角色 大家都是影中的 影中這個 貨體在各個門派的一個小間諜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主線任務啦 我們要去接觸這個林平茲 他現在在那個酒館那邊 待會要去那邊打打倒一些小洛洛吧 大概是那個什麼清晨四獸 清晨四少 一開始那個打倒他們是令狐蔥嘛 那我們會扮演令狐蔥的這個位置 教你升級吧 選中你目前已經領悟的武學 OK 我們要回到那個 福州的福威標局外面有一個客棧吧 再來稍微玩一下啦 因為時間一開始浪費的比較久 浪費的是五分鐘 去玩一些之前 測試伺服器沒有接觸的東西 沒有沒有玩到的 因為那時候可能沒有沒有那個功能 也沒有開 測試的時候他就是要測試一些遊戲性 一些BUG 他就沒有完整把他實裝上去 OK 他們在休息吧 請問問問不就成了 請問這位 打聽我服務 怎麼 胡吹打 這位標頭你瞧好了 怎麼會你的新聞了 劇情選擇 會反映出你的幸福 原來 又多了一個打山賊的小任務 這些人不就是山賊嗎 這邊是地圖啦 這邊是福州郊外 姑娘 發生了河 來得正好 沿此路上山就是山賊的影帝 要打山賊啦 自動的話 我記得應該要有自動啦 替天行道 好不好 自動一下 自動一下 沒有自動嗎 沒有自動 好吧 完成 孟來酒館 龍潭驛戰 這邊有一個小蘿莉跑過來 來跳過跳過 魯貓就是他有一個 寵物系統嘛 這邊有一個寵物系統 可以領一些獎勵 有沒有跟他培養好感度可以領一些獎勵 隨我吧 OK然後這邊會有一個互動的時間 就是一分鐘後 你要再過來跟他互動 這邊是拍照功能吧 就是教你拍照功能啦 然後可以把一些介面給收起來 有沒有他看著我們 我覺得還不錯就是他的鏡頭 他的表情 他的那個 他會面對你啦 簡單說 這邊可以放大縮小 你可以跳起來 好這是坐騎沒有 好的那繼續吧 王小涵 我看看我看看 繼續跳過 然後有一些小任務吧 打打水這樣子 然後結束 讓你覺得這遊戲 不是只有單純的打怪這麼無聊 桃桃五分田 跟我一起一樣在結任務 他們怎麼都有小蘿莉啊 哎呀你們這些小朋友 也不是小朋友 你們這些大叔 重練大叔用什麼小蘿莉 對吧 來跳過跳過 這邊就是待會要遇到那個林平之了啦 然後就開始去撫回標局 然後再跟清神派的人打 利用輕功 OK獲得了一個輕功的一個功能 這個輕功就是可以隨時用喔 真的可以隨時用 想用就用 然後有時候騎馬騎到一半你也可以用輕功跳起來 跳起來 之前我有在那個華山那邊飛來飛去 靈少標頭的 靈少標頭 那還能有第二個靈少 OK了那差不多了啦 這就剩下歌了 小蘿蘿啦 什麼漁人燕啊 漁人熊啊 就那清晨四少 漁人燕好像會被幹掉 然後林平之就殺了人 然後就 清晨派就 有這個藉口要把他們滅門 好像是這樣 來跟他打一下 這邊好很多了好很多 之前這邊的bug是 我都看不到敵人啊 然後我就自己在那邊 揮著空氣打 然後他們聲音是那個清晨派的配音 口音 口音不太跟我們不太一樣 只能搭法搭防攻累積個不稱奇的私底 算不得啥能耐 好一個算不得什麼能耐 幾個大男人 圍攻一個年輕人 居然還正正有詞 好妙臉 OK林平之出來了 恩在小說裡面 他不太討喜吧 因為林平之跟月靈山在一起嘛 那 令狐充因為喜歡月靈山啊 然後就變成 但是月靈山只是把他當作大師兄 大哥哥啊 好像是這樣吧 所以就林平之容易被 被不喜歡 像是一個小白臉一樣 武功又差 然後最後還 揮刀志工了嗎 為了練那個屁邪劍 他也揮刀志工了 跟那個一樣啊 跟那個月步群一樣 為了武功 連冷都不做啦 好這邊跳過好了 隨便打吧 這個漁人夜要被我們幹掉了 漁人燕 這邊比 我測試的時候好很多啦 測試的時候那邊真的bug好嚴重 我覺得啦 這邊有個結是不是 就是可能我被打 被擊倒之後可以按一個結式 哇 沒打到 可惜 因為我現在用一隻手在玩而已 我就按著按住然後隨便玩 結 哎呀你太會跑了啦 漁人夜 這個AI 不要這麼聰明好不好 好我們兩個被打敗了 捅他一刀 捅他一刀 有沒有他被捅一刀了 看他血流不止的樣子 OK 他是要死啦 你在這裡等我 我去看看這個人還有沒有氣息 這裡有封信 有沒有他們要去 燕兒 他爸就是那個吧 魚滄海是不是 青城派的人不會放過你了 青城派 你看看這個吧 這 這可怎麼 交給我吧 威脅店家 我是被嫌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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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這個段落好了 然後之後就是要到 符合標局嘛 然後依照劇情符合標局就被滅了 被滅門 只剩零品之吧 好的那 整體玩起來 我是覺得不錯啦 如果你喜歡 笑江湖這個 這部小說的話 可以讓你 有一些回憶吧 回憶當時 看小說的感覺 因為我們是 劇情都是還完整 還蠻完整的 給他 講述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 像是臥底的這個小間諜 的一個角色 不會干擾到主線劇情吧 因為這邊到 玩起來都還蠻 還蠻符合 蝦江湖的故事 然後 跟之前的測試斧比起來 也蠻流暢的 有些BUG都修掉了 像是一些鬼飄啊 或是那個 敵人不會出現 我那邊對空氣打的一些BUG 然後很流暢 然後開場 開頭的部分 也多了很多東西啦 就是你下載的時候 可以多很多東西 可以去看 這樣 然後動畫的話 之前好像也沒有那些動畫 然後現在有了嘛 還有很多音樂 可以大家去看 這樣子 那這邊的商城的話 我就 先不看了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因為有興趣的再來充值嘛 那 這是大陸遊戲啦 所以他的充值的這個是人民幣 OK 那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